慈济大学传播学系硕士班 进行了社区创生与行销实践的课程 邀请到吉安湘农会作为合作的伙伴 透过和在地小农的互动分享 了解农产种植的过程 并透过学生的创意与发想 拍摄出深度的宣传影片 希望结合地方与学校的资源 建立彼此互助的关系 共同的推动地方产业的发展 花莲的农业相当优质 也受消费市场欢迎 但是生产过程很少透过影像记录宣传 慈济大学传播学系硕士班 社区创生与行销实践课程 首度与吉安湘农会合作 透过学生和小农的互动分享 了解农产种植过程 更透过学生的创意和发想 拍摄成深度的宣传影片 让同学进入这样的场域 来讨论 然后找寻解决问题的方式 这就是一种学习 那我们了解了现在产业所碰到的挑战 然后学生讨论 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传播的专业角度来提供什么样的协助 那进行拍摄影片 然后产出有成品 这样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可是这个学习的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成果 对小农来说 有实质的获益 最简单来讲好了 同学的影片就提供给这些跟我们合作的农友 他们就可以放在他们的社群网络上面 来卖东西 经过三个月的农地参访与实地体验 还有影像课程学习录制 磁大的同学们为两位有机农民拍摄制作了相当深度又吸引人的宣传影片 吉安湘农会总干事张德琪表示 这是个很特别的合作 也能够让消费者看到农民辛苦种植的过程 农会是百年大业 其实我们对于农民的种植 对于我们的产销都非常的有信心 可是我们对于农友的生产过程 在做制作跟影片这并没有很专业 所以我们想说透过学校这样学生的一个制作 可以让消费者更了解说我们农友这个区块 它的生产的过程跟辛苦 那这样子可以加深消费者的印象 这本课程同学们首先学习基本的整合行销概念 接着是由吉安湘农会来说明农场概况还有营运的方式 并带领着学生走访农友 深入了解农友的作息模式 然后由学生和老师共同讨论制作行销影片 这个合作实验希望可以结合地方和学校资源 建立双方的互动关系 共同来推动地方的产业发展 谢谢旅会前相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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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